《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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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的 我想沒有人試過在自己太太手上 還要頒獎項給自己 還要那個是叫做最佳男主角 由太太頒給我的話 又多了一份季節 可以說我是最佳老公 那些事情 每次都猜不到自己 坦白說 其實我是有信心的 我已經對自己有信心 但我不知道上天會不會給我這個獎項 今天印證了 上天都給我這個獎項 我覺得整件事很圓 《 廣東話》 《 廣東話》 其實今天他們不說 原來已經是十六年 十七年 還有提名最佳男主角 都有成二十八次 我想我這個紀律都沒有什麼人可以破到的了 但接著 希望我隔十六年之後 現在證明了我對演戲熱愛的追求是正確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獎項 《 廣東話》 《 廣東話》 她不同 她始終都是剛剛才出來拍戲 我覺得任何演員都是 她只要再繼續拍 不斷地在這裏追求 任何演員都是一樣 我都說大家都一個成功的點 大家肯不肯花時間 精神和犧牲 去等待那個成功點的來臨 你會否繼續 你會否繼續 在這裏追求 我是支持Amy 繼續去追求自己 做演員的那個道路 我覺得最重要 不是每次都是我和我一起拍 我希望她和多些不同的演員 和多些不同的導演 不同的監製 才可以打開她那個演戲之路 但是《 廣東話》 是演員最佳的演員 那些深刻的 一點點 其實我是很喜歡 《 廣東話》這個劇集的 我覺得她很有電影感 整部戲 坦白說 我是覺得每一個演員都穿得很好 因為她給大家的角色 是在觀眾眼前面 眼前一亮 變了已經很少劇集 可以做到這個點 其實我上台講的 兩個點都是一樣 她可以將一班觀眾 很久沒有看電視的人 再回來看電視 這個是一個成功之點 請問有 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 沒有 我們出門口那時候 都要今天下午 之後都沒有機會 見到那些弟弟 遲些 遲些 還沒想 我想遲些回到香港 看看怎麼搞 都要等大小孩考驗 什麼人 拍電影 拍電影 是 我一月尾再拍另外一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